是什么东西让特朗普在全世界面前又一次骄傲 F-47能否成为未来地球上空最强的战斗机 波音方案中标的背后又隐藏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事情还要从3月21日美国白宫的新闻发布会说起 2025年3月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高调宣布 波音公司赢得了美国空军第六代战斗机的竞标 将负责建造一架前所未见的超级战斗机 特朗普表示这架代号为F-47的战斗机已经秘密筹备了很长时间 它的实验版已经秘密飞行了近五年 在讲话中特朗普将这架飞机描述为有史以来最先进 最强大 最具杀伤力的战斗机 但比起听特朗普猛吹战斗机 其实火力军的注意力一直被现场另一个重要角色所吸引 那就是刚上任不久的国防部长赫格赛斯 他全程站在特朗普的旁边 声情并茂地向媒体介绍这款战斗的情况 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扭曲的小表情所表现出来的激动 都是由衷而发的 不过今天的主角当然不是特朗普和赫格赛斯 现在让我们把焦点转回这架具备划时代意义的战斗机 F-47 如果说F-47是大家第一次听到 那么NGAD计划想必我们的观众都不会陌生 早在两年前火力军就对NGAD做了专题报道 今天咱们先简单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再来看看美国空军的这个F-47 到底能不能改写现代空战 虽然特朗普这个人说话经常没谱 但他说美国第六代机已经实验了好几年 倒不是信口雌黄 F-47的诞生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时间线的 早在十年前 美国空军和海军就陆续上马了自己的六代机 也就是所谓的下一代空中优势NGAD项目 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启动了一项计划 对21世纪30年代的美国空海军的主力战斗机 进行探索性的研究 虽然DARPA的这群人大多都是书呆子的形象 但他们的效率那可是一等一的 当年3月就完成了这项研究 并将研究结果送到了国防部 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 2016年美国空军推出了空中优势2030计划 强调穿透性制空能力 将运用高性能制空平台和远程精确弹药 持续穿透突防 实现纵身打击 通俗点来说就是用高科技飞机 在敌人的防空区内抢夺制空权 2018年 AS2030发展成了NGAD 将功能重点从单一的穿透性制空 转变为了全功能的作战平台 并且要形成一个战斗机系列 到了2020年9月 在美国空军成立73周年庆典上 实现美国空军负责采购的助力部长 威尔罗伯公开透露 美国已经秘密设计建造 并试飞了至少一架NGAD原型机 而如今出现的这个F-47 我们可以很确定的说 它就是NGAD的最终产物 从这个角度来看 F-47的研发速度那是相当快 从概念提出到原型机首飞 只用了6年的时间 几乎和F-16差不多 但F-16可是四代机 又是基于成熟系统设计的 研发难度和NGAD这种次世代战斗机 完全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举例来说 大家都知道F-2是第五代战斗机的代表 它源自于1981年启动的 先进战术战斗机项目 从设计目标来看 F-2将专注于空对空任务 负责顶着苏联预警机 压制苏联最先进的苏-27和米格-29 在当时一共有7家公司参与ATF竞标 在经过多轮筛选之后 美国官方部最终于1986年 选中了洛克希德和诺斯洛普两家 主导推进ATF项目 其中洛克希德通过臭油工厂 与波音和通用动力公司合作开发YF-2 而诺斯洛普则与麦克唐纳道格拉斯 合作开发YF-2 最终两个团队在进行了四年多的 验证实验后 对两架技术原型机进行了飞行测试 其中YF-2于1990年9月成功掩饰了超音速军航 大洋角机动以及从内部弹舱发射导弹等功能 获得了美军的青睐 1991年4月23日 美国空军部长唐纳德·赖斯宣布 洛克希德和普惠的设计赢得竞标 正式定型为F-2 也就是说从项目提出到F-2定型 一共用了十年的时间 而F-35的开发过程还要更加漫长一点 最早的F-35概念是1983年提出的 当时的美军希望寻找一种 具有短距起飞垂直降落能力的战斗机 来替代海军陆战队的摇式战斗机 虽然随着苏联的解体军费大幅度削减 F-2项目又多吃多战 拖慢了F-35项目的进度 但它的胃口却变得比之前还要更大了 在F-35刚推出的时候 美军预计将在2040年前后 用F-35一口气取代掉F-16 A-10 F-18 大黄蜂 和AV-8B摇式四种战机 而从1983年项目提出 到2001年落马F-35中标 这中年一共经过了18年的时间 尽管其中也有冷战结束 国防预算削减等因素在内 但是F-35系统本身的复杂性 绝对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正因如此 美国空军近日披露的F-47 开发效率高得有点吓人了 至于你问 这是不是马斯克效率部的功劳 这就很难量化了 因为早在2023年1月 就有消息称 美国已经开发了三家NGAD演示机 由于当时参与NGAD计划的团队 一共有三个 所以极有可能是一加一个方案 同年6月份 诺斯洛普·格鲁曼 宣布退出NGAD项目竞争 只留下了洛马和波音两家公司 最后特朗普政府一锤定音 敲定了波音的设计 作为美国空军的下一代空游战机 一些欧美航空爱好者 听到消息之后 讨论最多的 其实是F-47的这个编号 根据特朗普的说法 美国空军的将领们 选择了这个名字 但他们并没有说明 F-47究竟代表了什么 许多网友也是七嘴八舌 说什么的都有 有人说之所以选定 F-47这个数字 是因为唐纳德·特朗普 是第47任美国总统 考虑到特朗普最近 在美国国内呼风唤雨 国际上也是频频抛头露面 美国空军用这种方式 向总统大人宣誓忠诚 也不是什么不能理解的事情 但如果说真的和特朗普有关 霍利君特别欣赏 某位网友的幽默感 他说第一架 以特朗普为名的战斗机 并不是F-47 而是苏-57 但还有一种讽刺的说法 说的是之所以管他叫F-47 是因为根据波音公司的近况 这架飞机可能要到2047年 才会形成作战能力 我们都知道最近这几年 波音公司的丑闻是不断 虽然还是世界顶级航空巨头 但已经有点形象崩塌的意思了 互联网上聊到客机 少不了要辱骂几句波音 其风平之差可见一斑 而他们的军用产品线 也没好到哪里去 举例来说 波音的KC-46飞马座加油机 美国空军下一代空中保障的核心 从诞生之初就丑闻禅身 远的就不说了 2019年3月 美国空军的工程师 在对即将交付的KC-46 进行验收检查的时候 竟然发现有扳手 遗落在了飞机的金属蒙皮里 好家伙 买飞机还有小礼品拿是吧 波音另一个正在推进的项目 T7红鹰教练机 也在今年不出意外的延误了 这已经是这架教练机 第三次跳票了 美国空军最初预计 在2023年购买首批T7教练机 但是它的弹射和飞控系统 一直都有问题 就推迟到了2024年2月 结果临到交付的时候 波音又表示 部分零部件存在质量问题 因此还要再推迟几个月 这一推就推到了2025年1月 然后继续跳票 也就幸亏T7是教练级 关注的人不多 换成新锐的主力战斗机 这样跳票肯定会被全世界 变着花样的嘲笑 嗯 等一下 他们好像真有一架 新锐战斗机 那么为什么美国空军 在这么重大的事件上 突然选择了波音 而不是口碑更好 品质更稳定的 洛克西德马丁公司呢 作为美国国防工业的两大巨头 洛克西德马丁和波音两家公司 长期以来一直在各种国防领域 展开激烈的竞争 在争夺军事合同 开发技术创新 以及扩大市场份额等方面 可以说是 你追我敢互不相让 美国的军用航空领域 充满了这两大巨头竞争与合作的身影 例如在联合攻击战斗机项目 也就是F35中 洛马的X35和波音的X32 展开了正面对决 由于X32在靠近地面时 热空气会循环返回主发动机 导致推力的减弱和发动机过热 因此最后选定了洛马的X35 作为最终的联合攻击战斗机 而我们前面提到的 孕育了F2的ATF项目 就是洛马和波音合作的结果 波音公司负责建造F2的机翼和后机身 不过从现实角度来看 美国空军将F47交给波音 而不是洛马 更多的是基于现实角度的考虑 首先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的道理 想必大家都懂 在战斗机领域 现如今的F35、F2和F16 都是洛克希德马丁的产品 尤其是正在加紧出货的F35系列 更是对洛马的市场份额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而波音的F1-18大黄蜂系列 以及F15系列 都已经接近了服役寿命的边缘 一旦再把F47交给洛马 美国国防工业的生态平衡就会被打破 造成一家独大的情况 虽然有的时候一家独大可能不是什么坏事 但让一家公司独占数千亿美元的市场 仍然是一个不够稳妥的做法 五角大楼必须将项目订单分发下去 交给不同的国防承包商来做 提前退出NGED项目的诺斯洛普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已经拿下了B21突袭者的订单 所以主动或半主动离场的从这里我们就不难看出 最迟到2023年终局 美国空军的三台NGED都已经完成了测试 只等最后的中标了 另外我们这里还要为波音说两句好话 虽然前面提到的KC-46和T-7都出了不少丑闻 但是在战斗机领域波音还是有几把刷子的 例如F-15EX先进鹰的成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那么落马的方案是否真的不如波音呢 那倒也未必 我们接下来就对比着看看这两家公司的方案有哪些异同 洛克系的马丁公司和波音的方案都符合现在流行的系统族的概念 其中包括一架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充当系统族的核心 而无人机组成的中成疗机则由AI控制 整个系统重点强调两者之间的协同关系 从渲染途中我们可以看出 洛克系的马丁的NGAD采用扁平五尾E的设计 这意味着它重点强调低颗探测器 这对洛马来说就算是专业对口的 至于F-47的外形就比较耐人寻味了 首先它的机头显得比较方正和尖锐 很可能容纳了先进的传感器 看上去和波音石肉鸟有些相似 但可以肯定的是F-47也一定具有高度的隐身能力 甚至是宽带隐身能力 而机翼方面则采用了较高的上反角结构 更有趣的是F-47似乎还有一对压抑 这在美军的战斗机中是十分不常见的 但从这两点我们可以推断 F-47应该也使用了五尾结构 并在利用压抑来增强飞机的机动性和稳定性 弥补五尾E带来的问题 至于发动机方面 问题就比较公开透明了 不论是落马的还是波音的方案 双方必然都会采用NGAP计划下 开发的自适应循环发动机 至于到底用的是通用电机公司的XA102 还是普惠公司的XA103 仍然有待观察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自适应循环发动机 是美国六代机的关键因素 因为这种发动机和现在常见的涡扇发动机不同 可以情况调整寒道比和风扇压力比 类似于汽车上的自动变速箱 可以提高燃油效率或推力 而增加的这点航程和制空时间 这对于需要执行穿透制空任务的六代机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根据特朗普的说法 F47拥有着前所未有的动力 是同类飞机中动力最强的 如果它的说法靠谱的话 那么F47的最高速度可能超过两马赫 比F35要高尚不少 F47身上的另一个关键因素 就是网络化作战能力 它拥有着先进的传感器 以及高度现代化的通信系统 可以在复杂电磁环境中 与卫星和其他飞机连接 强大的网络化能力 对于在复杂的空域中实现态势感知 数据融合和协同作战至关重要 作为系统足中的核心平台 F47需要先进的通信链路 来确保有效的协作和信息共享 而这也是F47无人机指挥能力的基础 根据美军的说法 F47不仅是一家战斗机 还是中程辽机的指挥控制平台 无人机可以为F47提供额外弹药 执行电子战和侦察活动 这样一来 F47的实际作战范围将会大大提升 灵活性和火力也会远超常规战斗机 最后就是现在非常获得人工智能能力了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F47要接入拆的机屁 也不是说导弹来袭的时候 能让Siri帮你做机动多导弹 这里的人工智能 指的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增强态势感知和传感器融合 协助控制中程辽机 而中程辽机将在人工智能加持下 具有高度的自主能力 成为F47能力倍增器 使F47极其辽机能够更有效率的运行 最后我们来谈谈海军的六代机 首先现在这个F47是空军的NGAD 而海军还有一个NGAD 虽然这两个都叫NGAD 而且共享一些关键技术 但其实本质上并不是同一架飞机 海军的六代机一般被叫做F1-XX 从编号命名方式上 我们就能看出这个F1-XX 是用来取代现有的F1-18 超级大黄蜂系列战斗机的 根据美国海军2017年的招标书的内容 F1-XX将在2030年前后 取代目前的F1-18EF超级大黄蜂 和EA-18G咆哮者 成为美国航空母舰上的主力舰载机 执行对空对舰和近距离空中支援等任务 和F35C与无人机形成高低搭配 它的主要能力包括有机空中加油 战术侦察 空中监视和目标捕获 以及机载电子攻击等 当然了 作为舰载机 从尼米兹级和福特级航母上起飞的能力 也是必不可少地 而除了这些要求以外 留给各个航空航天厂商发挥的舞台很大 海军甚至不要求这是一架有人飞机 也正因如此 针对F1-XX战术能力的猜测 可以说是天马星空 例如海军作战部长乔纳森·格林纳特 就曾推测 由于雷达探测技术的不断进步 高超音速防空武器层出不穷 F1-XX不会将隐身能力作为唯一的依靠 而是在隐身性 机动性和速度之外 携带一系列的先进武器 先发指 以火力压倒敌方的防空系统 从而确保自身的生存能力 这些先进武器包括了所谓的定向能武器 比如激光或者微波武器等 但美国海军的六代机就算再强 也不过是一架飞机 它要没有电子游戏里那样的一次元弹舱 要怎么压倒地面上的防空火力呢 根据美国海军综合火力控制防空项目的描述 先进的战斗机将充当前方观察员 通过预警机等空中控制平台 将观测结果传递给携带大量弹药的无人机 或者是超级大黄蜂这种隐身性较差 但导弹运载能力特别强 量大管宝的平台之上 通过数据链 预警机可以为战区内的每架飞机 提供整个战区的态势感知 就好像是开了全途透视一样 让敌军无所遁形 前线的战斗机也不需要控制和引导导弹 预警机就可以在敌军防空覆盖范围之外 利用数据链引导攻击 考虑到我们前面提到过的F-1XX和空军的NGAT 也就是F-47共享了很多关键技术 我们可以推测F-47上有的能力 F-1XX上也有 另外考虑到最早的超级大黄蜂 将在2030年代达到9000小时的使用寿命 海军也必须加快脚步 推进六代机的发展 但F-1XX项目最终花落谁家 也是一个不好确定的问题 2025年3月初 就在F-47亮相半个月前 洛克希德马丁提交的战斗机方案 不符合海军标准 因此退出了整个未来战斗机的项目 这样一来 参与海军六代机竞争的公司 就只剩下了诺斯洛普 格鲁曼和波音 而现在波音已经拿到了F-47 所以从均衡的角度来看 诺斯洛普 格鲁曼 在海军六代机的竞标中 是很有希望的 如果顺利的话 我们可能会在几年之后 看到格鲁曼的战斗机 重新登上航母 唯一需要头疼的问题 就是新的战斗机 该用什么猫来命名呢 使用了 就是新的战斗区 稿 有 文质 音乐 不能